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星期日 今天有三川四的過關介紹給大家 這是早場賽事 星期日的第二場 威靈頓鳳凰對紐卡蘇噴射機 這場球我會選擇什麼給大家參考 選擇噴射機的讓球客勝 讓平手半球 我們看看他的往績 剛剛開季 威靈頓鳳凰 近來真的 不太明白他們的用意 基本上就是 在上季的常規賽 踢完之後 由四月份到八月份 都沒有任何有賽 或者是正式比賽踢過 是去到八月七日才踢過 竹總盃 這場球他輸0比1 感覺上真的誠意可嘉 一隊球隊完全沒有任何正式比賽 而再踢過竹總盃 然後打後八月七日 直到現在都沒有任何友誼賽 我們看看噴射機這隊 噴射機 他完成了上季的賽事之後 由八月四日開始 踢友誼賽 然後再踢竹總盃 贏了1比0 踢完這場之後 中間也有個友誼賽 踢回中岸水手 踢成2比2 再對著8月29日 對著墨爾本城 是輸0比1的祖宗盃 比我感覺上 都算是有誠意的 去迎接來一 新的一季賽事 所以基本上就是 要是威靈還是鳳凰 就很厲害 要是紐卡素噴射機很差 不是正常情況之下 都是開過紐卡素噴射機的 來吧